让街友能够体面温饱地迎接新年 新竹县未列册的47位游民举办了寒冬送暖围炉 准备了丰盛年菜还送上了衣物棉被等物资 职业的烫发美容工会掩来意见 帮街友改造外形变得有精神 协助在年后面试工作融入社会 水煮牛肉、迅菇鱼汤等佳肴煮滚装盘 也准备了衣物、棉被、暖暖包等物资 全县列册47位游民 社会处举办寒冬送暖围炉 第一次在我们的竹北收容所办理围炉活动 然后我们其实新竹县有47位列册的游民 那我们有现在目前是有邀请一些游民过来我们这边围炉 然后让游民感受有家的感觉 结合了劳动力发展署的竹北就业服中心 然后协助街友在之后年节之后做就业 然后也有请到新竹县的烫发美容工会 然后来协助他们做服役的整理 然后我们有在他们第一次的就业的时候提供他们一些基本的服役的购置 然后提供灌洗的地方 然后其实目前有夜宿的部分 天气寒冷让游民不要在街头冻着 今年在竹北新设立收容中心 有三层楼六间房可容纳24位街友居住 要求换洗衣物物品整齐提升生活习惯 今天也邀职业烫发美容工会来译检 让街友从棚头购面变成精神短发 女生也变成俏丽学生头 协会协助安排面试工作 让他们能自力更生融入社会 平常在外面衣扇男女这样子 然后能够离离头发 然后吃一顿好的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感受到很无限的温暖 有没有新的期待或期待 当然希望说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越过越好 烤鸭三吃最好吃 都很对口味 对对对很对口味 多久没有吃到这样的料理 哦 大概十几年了 一盘盘年菜端上桌 街友们盛上满满的饭 最爱烤鸭的滋味 直说十多年没吃过这么好 两碗血鸭还能拿红包 吃好穿暖要迎接新年